各位兄弟,今天呢 要拍的企劃是網紅公道伯 酷的夢呢,他跟Seven聯名芋頭系列的商品 那我們剛剛去Seven的時候只剩下這個 芋庫同行的芋泥閃電泡芙 那我們就買了兩組回來試吃 然後上面有酷的肖像 它一組是49塊錢,然後裡面兩個 那今天的試吃員呢,就是我 跟重重還有軟軟 太邊邊了 我現在直接用麻將桌喔 不要講出來我們的桌子 我們直接吃這個 好,你們吃了 我想吃一口就好,因為我不喜歡吃芋頭 蛤? 這是法國人最喜歡吃的芋頭耶 你不覺得他很酷嗎? 一個法國人,然後很喜歡吃台灣的芋頭 他外觀很像花生 他很香耶,我覺得蠻香 好香喔 他表層吃芋頭嗎? 感覺都是耶 鮮凍裡面有個帥哥耶 哇,好帥喔 我覺得很好吃耶 他跟我想像的那種芋頭味不一樣 他這個外面感覺有點像巧克力 很適合當下午茶嗎,這個 嗯,以我不喜歡吃芋頭甜點的人 這個我會想要把它整個吃掉 喔 很好吃 可是覺得它的餡料真的蠻滿的 嗯 滿分,如果十分給他幾分? 八分 七分 七分 就是有一點奶芋頭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吃啊 那說一個,你對酷的夢的頻道的印象是什麼? 跟他看很厲害 我覺得他的企劃都很厲害 那你呢,你覺得? 250公斤 喔,250公斤 你對那個很有印象 他有印象 這以後會變成你的真男友條件嗎? 拜託,我比較好 哇塞 很好吃耶 這個是我經過一定會買的 真的喔? 很好吃 給很高評價耶 這很好吃耶 很好 而且它的造型很特別 嗯 就,欸,我知道了 它這樣子其實比較好咬耶 嗯 它不會像是圓圓的那種泡芋 對啊,這好好吃喔 這好好吃喔 你要跟上一個聯名的網泡比 上一個有聯名甜點是酒麵人的草莓大福 草莓大福跟這個比 這個贏很多耶 贏很多 那餡料是很滿的那種 嗯,它餡料真的很滿 這個十分,我給十分 草莓大福不好吃啊 那餡料很少 哦,中中講的喔 好,是這樣,一段時間的影片 然後記得去軟軟中中的頻道 還有IG追蹤一下 掰掰 掰掰